如果海底天然气泄漏并发生剧烈的爆炸会有什么后果呢? 爆炸瞬间所产生的冲击力能把海面掀起滔天巨浪 不管是多大的船只都会立马失去控制被淹没 就连巨大的钻井平台也会在眨眼的功夫消失不见 就是这么可怕 而我们今天带来的灾难电影讲的就是这么一个故事 废话不多说,正天走起 索菲亚刚起床,斯蒂安就已经做好了早饭 早饭过后,她便踏上了上班之路 索菲亚是一名潜水艇工程师 正在和同伴亚瑟调试他们的新产品潜水机器人 工作刚结束,索菲亚接到一通电话 要求带上他们的机器人执行一场绝密任务 准备好装备之后,行动负责人威廉找到两人 让两人签署保密协议 随后坐着直升机,两人来到了北海油田 刚下飞机便开始了忙碌的工作 机器人下水后,两人才得知这次任务的内容 就在不久前,北海油田的一个钻井平台沉没了 初步观测可能是由于局部沉降所致 索菲亚一听,立马高度警戒 正常来说,钻井平台每年的沉降应该在5厘米左右 威廉立即解释 由于这次沉降发生在平台机座正下方 导致整个平台沉没 随后发给亚瑟一份详细资料 今天的主要任务就是搜寻随平台一起沉没的工作人员 两人娴熟地操纵的机器人来到平台附近 情况远比想象的糟糕 通过分析,终于找到一个缺口 机器人成功来到一扇门前 在索菲亚的操作下,大门成功被打开 映入眼帘的是一名已经死亡的工作人员 机器人继续前进,穿梭在废弃的平台之中 然而结果始终一样 发现的工作人员早已没了呼吸 终于功夫不负有心人 在一个气穴里,他们探测到有一名工作人员还活着 幸存人员对着镜头拼命地呼救 突然他呼吸困难 随之而来地伴随着一阵阵神秘的声音 关掉机器人的语音传输 索菲亚立马发现了问题所在 完蛋了 平台下方有大量天然气正在泄露 索菲亚急忙跑到搜救船的控制室 告诉负责人,钻井平台下方正在漏气 船只必须立马撤离 船长正想拿起望远镜证实一下 突然海底传来了剧烈的爆炸 索菲亚被强大的气压直接冲飞 看着满脸伤痕的索菲亚 斯蒂安急忙安慰着爱人 此时索菲亚陷入了深深的懊悔之中 他目睹着同事丧命火海之中 这边威廉通过计算模拟出又一个钻井平台 将在五分钟内沉没 既然意识到这绝对不是普通的沉降 与此同时 亚瑟取出来机器人的硬盘 接通设备 查看机器人最后拍摄的视频 在家里敬养的索菲亚不得不和前男友斯蒂安告别 原来斯蒂安正是钻井平台上的工作人员 临走前将儿子奥丁托付给了索菲亚 前脚刚走 索菲亚接到了电话 原来亚瑟在硬盘中发现了惊天大秘密 来到平台的斯蒂安 正在和好友兼上司的海尔分享自己的喜悦 然而海尔的言外之意 透露着出事的平台不止一两个 来到实验室 亚瑟正在向索菲亚讲述自己发现的秘密 通过机器人的后置摄像头发现 这并不是所谓的紧漏 整个海底似乎都在泄露天然气 带着资料 索菲亚立马找到威廉 并告诉她这并不是紧漏 威廉却表示 在北海随处看到天然气质很正常 索菲亚提醒威廉 一旦这些气体浮出水面发生爆炸呢 而且这根本不是简单的沉降 看到索菲亚如此执着 威廉表示他们会立即找专家讨论 随后准备带着资料离开 索菲亚大声斥责威廉 难道不应该让大家都知道这个消息 让更多人撤离吗 显然威廉可能早已知道事情的严重性 她告诉索菲亚你签了保密协议 你应该知道这意味着什么 回到车里 雅瑟表示相信威廉他们应该会调查清楚 威廉果然开始筹备会议 包括国家能源部长在内的一众专家领导 开始商量决策 威廉给大家介绍着目前的情况 果然这不是沉降 而是海底滑坡 随后地质专家奥德表示 在八千年前 北海油田下方正是一个巨大的海底滑坡所在地 威廉继续解释 之前他们一致认为这是沉降所致 直到看到这个视频 他们意识到了自己的错误 海底滑坡正在移动 而且规模比现有的任何记录都大 而这正是因为过度开采所致 北海目前已经有数千口油井 当海底的油气被抽干之后 这必然会引起地质灾害 目前唯一要做的就是立即关闭 保护所有的油井 同时撤离所有工作人员 然而能源部长并不想关闭油井 威廉解释 如果不关闭油井 到时候所有的油井都将自己溢出 造成大规模的石油泄露 一边会议还在继续 另一边平台已经开始关闭油井 人员撤离也在紧张有序地进行着 看着一个个油井顺利关闭 威廉脸上也多了一丝笑意 然而得知一口井无法远程关闭时 威廉立马通知海尔 让其安排人员手动关闭油井 接到电话的海尔正在安排人员撤离 大家都知道这一去生死未卜 这时斯利安自告奋勇 独自前去关闭油井 看到新闻的索菲亚 立即打电话给爱人 然而一直联系不到 看到眼前的海水 他似乎感受到了不妙 与此同时 控制室里的工作人员也遇到了麻烦 好几口油井同时爆险 大家知道这次再也无力毁天了 还在等待好友的海尔 看到远处的油井已经爆炸 紧接着就引发了大规模海啸 瞬间吞噬了脚下的油井 海尔及时乘坐上直升机 这才侥幸逃过一劫 斯蒂安则生死不明 联系不到爱人 索菲亚带着奥丁来到总部 好友将斯蒂安独自前去关闭油井的消息 告诉了索菲亚 很遗憾的是 斯蒂安并不在撤离人员名单上 他依然在井下 索菲亚找到威廉 希望派人营救斯蒂安 威廉表示 这座油井已经岌岌可危 而且地处滑坡边缘 他不能让更多人员冒险了 随后让警卫驱离了索菲亚 然而他并没有放弃 在好友的帮助下乘坐救援直升机 在亚瑟的陪同下前去营救斯蒂安 此时平台已经无法停机 两人通过绳索降落在了钻井平台 准备好一切 随即将潜水机器人投入海中 通过热成像仪 索菲亚得知斯蒂安还活着 总部海在开会 面对大量的石油泄漏 既然束手无策 技术人员补充道 这些石油如果不能及时清理 将会对整个海岸的生态造成毁灭性打击 没有个几十年将无法恢复 而且留给我们的时间很少 只有不到一天的时间 威廉提议 目前海面的油膜已经足够厚了 可以将其点燃 听到这大胆的提议 能源部长立马请示总统 这边两人还在继续搜寻 穿过漫长的楼梯来到控制室 终于看到了斯蒂安 一同操作 索菲亚成功救出了被困的斯蒂安 顾不上许多 三人立马开始向平台撤离 与此同时 能源部长的请求 或批了高层同意点燃油漆的疯狂想法 军方派出的战机已经赶往目标海域 这边撤离过程中 斯蒂安找到了一部电话 三人成功来到钻井平台 看向海面已经被泄露的石油覆盖 海尔在得知索菲亚一行人还在游警后 立马来到控制室向威廉反应 然而一切都晚了 海面已经被点燃 正在犯难的威廉接到了斯蒂安打来的电话 此时的威廉早已回天无力 三人得知还有五分钟就会被大火吞噬 威廉找来斯蒂安的儿子 想让二人最后一次通话 然而他还是犹豫了 就在所有人准备放弃的时候 索菲亚选择了坚持 他立马想到了平台的救生艇 他想给救生艇注入海水 让其沉入海地 从而免遭大火 说完就找来水泵立马抽水 眼看大火就要来了 几人立马跳入救生艇 索菲亚按照斯蒂安的说法释放了救生艇 然而却失败了 来到舱外 原来是雅瑟刚刚忘记松开最后一组牵引绳 那么最大的问题来了 必须有一人出去松开牵引 然而一旦去了 就再也没有逃生的机会 几人陷入了短暂的沉默 关键时刻 雅瑟放弃了自己的生命 他将生的机会留给了索菲亚和斯蒂安 依然来到舱外 打开了绳索 救生艇被放下 雅瑟却被身后的大火吞噬 永远地留在了钻井台 此刻 救生艇里的情况也不容乐观 刚才入水的瞬间 剧烈的撞击 使得斯蒂安身受重伤 已经奄奄一息 但这还不是最糟糕的 随着救生艇里的水越来越多 下降速度也越来越快 压力随着增大 索菲亚来不及多想 急忙去找泄水阀 把里面的水排出去 救生艇得以一点点往上漂浮 最终漂出水面 两人就此获救 故事到这里也就结束了 片名《北海》 是一部近期上映的灾难惊悚电影 剧情线较为简单 不过灾难场景的刻画 以及特效方面的制作都十分精良 能够给观众带来极强的震撼感 喜欢的小伙伴 还是非常值得一看哦 被换成了 珍贴码 痊远 剧情统 我就知道 我把这种宝盘 剧情订 我把